布林肯访华 前脚慢 后脚虚 中国罕见先发之人 休想聊中俄 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严肃军 欢迎收看严肃军论评 今天我们论评的主题是 布林肯访华 前脚慢 后脚虚 中国打他个措手不及 两招提前反击 在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的背景下 其实不用想也知道 这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访问中国 不是什么好信号 在这之前 美国财政部部长耶伦 刚刚对中国进行了访问 可不管是访华前还是访华后 对中国的针对打压都没有停止 例如 访华接受后 美日非三国领导人在华盛顿举行会议 而这次会议则被视为 美国在银泰地区广泛开展外交活动 以对抗中国 同样的 继言论后 布林肯前来中国能有什么好事 按照美国方面的说法 布林肯访华之前的目的 不仅仅是讨论影响中美关系的重大议题 避免两国产生误判 更是为了在访华期间对中俄合作提出担忧 在美方看来 中俄双方的正常合作已经涉及到了俄乌冲突 中国正在偷偷地向俄罗斯提供军事上的援助 又是老调重谈 这不新鲜 毕竟只要俄乌冲突一天没结束 美国就一天会想办法把原额这个锅扣在中国头上 可还是那句话 证据呢 说中国对俄罗斯提供了军事援助 证据在哪呢 退一步来讲 即便中国真的对俄罗斯进行了支持 美国也没有这个资格说三道四 在过去的两年多 美国对乌克兰的积极支持 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美国作为乌克兰战场上的最大武器提供者 丝毫不夸张 要不是美国 可能俄乌这场冲突早就结束了 以乌克兰的军事实力 在战场上撑不了这么久 如今 布林肯带着穆尼来访问中国 没诚意不说 还企图当着我国的面进行抹黑 对此 我国是否能忍呢 美国的这种做法 除了不能和平解决俄乌冲突的进程 还会进一步损害中美两国的关系 既然美国依然没有想要与中国握手言和 那我国也不会客气 继续 早在布林肯抵达中国之前 就已经被给了两个下马威 第一 中国商务部发表了一篇名为 美国对外援助的伪善本质和事实真相的报告 报告中以自私傲慢 伪善丑陋 四个形容词概括了美国的对外援助 揭露美国的对外援助 本质上是维护其霸权地位的工具之一 有趣的是 虽然这份报告是商务部发表的 但却发布在了中国外交部网站上 其用意耐人寻味 第二 中国又恢复了之前抛售美债的大趋势 数据显示 在今年二月 中国再次减持227亿美债 到目前为止 仅持有7750亿美元美债 是去年十月份以来最低水平 言论为什么会来中国呢 说白了 也有这个目的在 想要寻求中国的帮助 缓解美国债务压力 只是无论是耶伦还是布林肯 都不是真心实意地要跟中国坐下来谈 美国始终对中国充满敌意 面对这个局面 中国在多次警告无果后 也是时候用行动反击了 两个先发之人的动作 接连告诉美国访华可以 但休想搞事情 尤其是挑拨中俄 中俄之间不是美国能干涉的 好 本期的话题就论评到这里 我们下期见